古代有一种专门针对女犯人的刑罚 她的名字叫做胡宝西春 听起来好像中国春节的一个传统节日 但它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它不是一项娱乐活动 而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 专门对付女犯人 你想知道了解更多一点吗 今天我们就来通过这个视频来看一看吧 说起中国古代的刑罚 那可要追溯到早期社会时期了 我国古代刑罚历经多年 曾经在中国的刑罚 曾经在很多个古籍书中都有记载 而各朝各代都有自己制定的一套刑罚 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家的统治 约束百姓官员的行为 让整个社会的秩序更加稳定 不得不采用一些法律条文来约束 在现代社会我们称之为法律 而在古代我们习惯称之为刑罚 当然刑罚和法律也是有差别的 就比如古代的刑罚一般都很严厉 如果施加的刑罚不寒一点 即使犯人被教育了 他们的结果也不会很好 所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便逐渐完善个朝的法律制度 让犯错误的人受到处罚 而且为了起到威慑的效果 统治者们会采用一些十分残酷的刑罚 这些刑罚光听起来都很残忍了 更别提用起来了 这种刑罚用在人身上简直惨无人道 而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变迁 一些刑罚可能会被抛弃 但往往酷刑却会被留下来 曾经在如意传上 出现过一段画面 描述了如意对阿若施加刑罚的场景 这次的刑罚是叫做猫刑 小说中是有这样一段情节出现的 可是在电视剧里面 这段画面被剪掉了 可以说猫刑是一种残忍的刑罚 它虽然不会让受刑的人死亡 却在经历的整个过程中十分痛苦 还有一种叫做虎豹西春的刑罚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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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若 可就不像猫刑这般简单了 为了专门处理女犯人 古代发明了很多严厉的刑罚 而且在明朝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刑罚 这种刑罚是专门用来针对女性的 她的名字叫做奇牧驴 她听起来虽然很搞笑 但用在犯人身上却会疼得浑身难受 整个头皮都像是被虫子乱爬乱咬一样 为了惩罚宫女 古代还发明了一种刑罚 她的名字叫做敦锁 这种刑罚用起来和她的名字差不多 宫女如果犯错了的话 他们就要半蹲下 然后用刑罚工具锁住 慢慢的这个人就会站不住 他们如果一直待在这里 保持同一个姿势的话 他们最后会因为全身麻痹而死去 古代的刑罚多种多样 这些刑罚被发明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约束 象棋牧驴 蹲锁 锦珠龙等 他们都是用来折磨人的 但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起到真实作用 只要人对这种刑罚感到畏惧 就证明这种刑罚有效果了 统治者便也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这些刑罚虽然不会要命 但不让人死 在一点一点的折磨中感受痛苦更可怕 而我们要说的虎宝西春刑罚 和如意传里的猫行有一变相 但比猫行更可怕 猫行是把女犯人的衣服脱光 然后把他们的身体装进麻袋里面 找人再把麻袋口扎起来 这就完成了猫行的第一步 接着就开始实行了 用板子拍打这个被够在麻袋里面的小猫 被绑在麻袋里的这个小猫 看不到外面的东西 突然以板子又以板子的拍过来 定然会把它吓得不轻 接着这只猫受到惊吓会乱窜 这样听起来就很可怕 这种猫行听起来像是被乱棍打死一样 而这个虎宝西春刑罚 说是小猫行 但实际上也是这样 但猫行的可不是用猫来施行 只是被打的犯人像猫一样乱抓乱叫 虎宝西春之行其实比猫行更可怕 虎宝并不是真正的只老虎和豹子 虎宝其实真正代表的是猫和老鼠 而西春我们大家也可以联想到 肯定和春节有关 而春节最喜欢喜庆的日子 也就是代表着鞭炮了 而这种刑罚具体施行的时候 也是需要先把犯人的衣服给脱掉 然后把猫和老鼠一起装进麻袋里面 当然了这些施行工具都准备好了 犯人肯定少不了 于是虎宝西春便是猫和老鼠还有犯人 他们三者之间的故事了 等猫和老鼠犯人一起被装进麻袋里的时候 再把点燃的鞭炮扔到麻袋里 猫和老鼠听到鞭炮声便会在麻袋里面乱窜 而且把猫和老鼠放在一起 那简直是快乐天堂 麻袋里的空间位置有限 猫和老鼠在里面动来动去 势必会影响到里面的犯人 但这也正是施行人的目的 让接受惩罚的人在麻袋里面受到惊吓 对他们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 这才是虎宝西春之行的残忍之处 而且从历史上的资料来看 很少有人能坚持一分钟 好在这种枯刑现在已经没有了 要不然真的是人类的灾难 我们更得要珍惜现在的时代 生在上市 是我们的幸运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咱们在评论区里见我